多福在拥有国权者 他对万世是全能的 他曾创造了死身 以便他考验你们谁的作为最优美 他是万能的 是炙热的 他创造了七层天 你在知人主的所造物中 不能看出一点参差 你再看看 你究竟能看出什么缺陷呢 然后你再看两次 你的眼睛将红花的疲倦地转回来 我去重心点缀最近的签 并以重心供恶魔们猜测 我以为他们预备火狱的刑法 不信主的人们将受火狱的刑法 那归宿正恶劣 当他们被投入火狱的时候 他们听见沸腾的火狱发出驴鸣般的声音 火狱急后为愤怒而破碎 没有一群人被投入其中管火狱的天神们 就对他们说 难道没有任何警告者降临你们吗 他们说 不然警告者已降临我们了 但我们否认他们 我们说 真主没有像是什么 你们只是在重大的迷雾中 他们说 假若我们能听从或能明理 我们必不致弄于火狱的居民之列 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过 让火狱的居民 远离真主的恩赐 在秘密中 敬畏主的人们将能奢佑和重大的报酬 你们可以隐匿你们的语言 也可以把它说出来 它却是全知心事的 創造者既是玄妙而且撤之的 难道他不知道你们所隐匿的语言吗 他为你们而是大地平稳 你们应当在大地的各方行走 应当吃他的鸡养 你们复活后只归于他 难道你们不怕在天上的主 是大地在震荡的时候通验你们吗 难道你们不怕在天上的主 是飞沙走石的暴风 摧毁你们吗 你们将知道 我的警告是怎样的 在他们之前逝去的人们 却以否认纵使者 我的谴责是怎样的 难道他们没有看见 在他们的上面展示和灵漪的重要吗 只有知人主维持他们 他却是明察万物的 除了真主愿助你们之外 还有谁能做你们的冤君呢 你们只限于自欠于自欠其中 谁能攻击你们呢 如果知人主 更能获得引导呢 是扑服而行的人呢 还是正在正路上挺身而行的人呢 你说 你说 他是创造你们 并为你们创造耳目和心的 你们却很少感谢 你说 它是使你们繁殖于大地上的 你们将来被集合到它那里 他们说这个警告什么时候实现呢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 你说关于此事的知识 只有在主的那里 我只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 当他们看见这应许降临的时候 不信道的人们的面目将变成黑的 或者将说 这就是你们生前忘年不会实现的事 你说 谁是不信道的人们得面于痛苦的刑法呢 你们说 你说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你们的水一旦渗漏了 谁能给你们一条流水呢 谢谢大家